沐连尊者 有成沐建连尊者 本名俱律驼 他的父亲名叫傅相 是当时的头号富翁 家中女马成群 财榜无数 这位富财主年高德少 又敬重出家人 见了森尼如对父母一般的侍奉 沐连尊者的母亲名叫青蹄 在当时是城内第一美女 却相当小气 而且最恨出家人 是森尼为仇 在沐连尊者即将出世的那一年某天 这位老和尚看起来好像走了不少的路 这位老和尚一定又累又饿了 让他先领吧 他可不要还没吃到就先挂了 呸呸呸 你少不压嘴了 十分钟以后再来吧 小施主 我已经饿得连十分钟都抖不下去了 要不是我们富大善人家里锅子大 恐怕你还得等上个把钟头 可不是吗 别挡住 十分钟而已 到一边等着去 小施主 我给你救命啊 冒犯您了 这位师傅 请先喝口热茶 来人哪 快将馒头端过来 谢谢世主的陕西 老师傅 您别客气 能供养您一颗小小的馒头 让我有累积功德的机会 这是我的福气啊 不满世主 老曾和你情世有悦 今生有缘 我们就一次把它删了啊 哎呀 真被你给说住了 这下可怎么办才好呢 哎呦 这莫非你只是来给富大善人结善言的呢 嗯 既然和尚是佛法宗三宝之一 先把他的后世善良了比较要紧 能够好好后葬这位老师傅 父老爷的功德又添了一桩 我相信您一定会好心有好报的 父老爷 父老爷一方面感到姻缘巧合 一方面尊重出家人 便厚葬了老和尚 转眼十个月过去 父老爷果真好心有好报 老来得子 轻提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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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出个胖娃娃 起名牧连 这位少爷 致相也很像父亲 一心向往三宝 只是父老爷年事已高 过不久寿终正寝 留下牧连和他的妈妈 轻提夫人 时光匆匆 牧连少爷 长成一位心慈灭善 端庄正着的少年 父老爷已不在人世间 轻提夫人便想终止 每年发放粮食的善事 这令牧连十分替他的母亲担忧 所以这天清晨 牧连来到厅堂 向他的母亲请安 母亲大人 孩儿向您请安 牧连不必多礼 为娘正烦恼着呢 自从你父亲走后 家中无人从事生产 你年纪又小 有朝一日 总会坐吃山空呢 母亲大人 父亲一向乐善好施 现在虽然不在人世间 孩儿肯请您一本父亲遗志 继续这件积德行善的工作吧 怎么能随便浪费 我看就省省吧 小公子啊 街头邻居都在传言 说父老爷一走今后一定没有善良好领了 是谁在叫蛇根子 为娘的也不是这么没心没肺的人 我只是替你的未来多着想啊 既然如此 沐连你听着 如果今年没有照办的话 就让佛祖罚我七天之内马上透血 不得好死 母亲他人请息怒 孩儿年纪尚轻 父亲却以心事 发放善良是想继续多积德行善 好祈求母亲福寿绵绵 能让孩儿多尽点孝道 沐连啊 为娘知道你一片孝心 你且先退下 我和老婆商量商量 到底要买多少面粉便是 多谢母亲大人 大家都说老爷是因为多积德行善 尤其是后葬的那个老和尚以后 马上老来得子 夫人说的正是 所谓善由善报 哎呦 就凭老爷那一大把年纪 哪还生得出来呀 多亏我当时年轻 我看我的功劳比那些三宝来得大些呢 这 夫人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照我刚刚说的 今年就省省吧 以后每年也都省下来 这 夫人 您刚才当着小公子的面 答应今年仍然照老爷的仪式发放善良 照什么老爷一致发什么善良啊 现在是我当家 不照我的话别说善良 连你的薪水我都不发给你 可是 夫人 您刚刚还发了重视说 如果不照办的话 七天之内就马上吐血而死啊 哼 省下发善良的款项 我就发财了呀 管他发多少重视 夫人 望您深思啊 您发的不只是重视还是独视呢 话说出去啊 就像风一样无影无踪 无凭无惧 我没病也没疼呢 我就不信 无缘无故会出什么怪事 巨头三十有神明 人在座天在看 望夫人 我们的想法差太多了 不如你也趁早告老还乡去吧 这样啊我还可以省更多呢 夫人 您不信守承诺 又不信因果 这样会有报应的 抱就抱吧 我倒是要看看 是天会下红雨 还是公鸡会下蛋 小气又不信守誓言的轻蹄夫人 不但辞退老仆 还对外宣布 从此不再发放粮食计重 不料到了第七天 蜻蜓夫人果真无缘无故 暴毙而亡 木连大哭一场 安葬了母亲 心想万般带不走 只有夜随行 夜阴果报果然不爽 虽然求道多年 却连解脱之道都不可得 到底要如何才能究竟离苦呢 这时 木连的挚友兼道友舍利子 正好听完释迦摩尼佛的讲演 佩服的五体投地 立刻前往父家告知木连 木连师弟 请节哀 虽然我知道您尚在母丧期间 今日未曾约定而来 实在是因为急着要跟你分享 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体验 师兄 请不必担心我 生老病死本来就是无常 既然如此 为何你看起来如此愁眉苦脸呢 唉 师兄 您有所不知啊 您我同拜山蛇耶上师修习禅法至今 但是 为什么如何解脱轮回 究竟离苦之道 我还是领悟不到呢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帮我常作如是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这句话说得真好 嗯 这记是今天我新认识的马圣比丘的师父佛陀所教导的 佛陀 是那位出家成佛的释迦太子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跟袭的山蛇耶上师 从没说过如此精辟之语呢 师弟 这就是我今天前来的目的 对啊 如果佛陀弟子都能如此误道 我们更应该前往奇数读员听闻佛法才是啊 嗯 我师兄舍利子 自小就是智慧高超聪明过人 能让他去听闻这佛法一定是究竟解脱之道了 那我也要跟着你去听闻佛法 沐连 今天我不只是前来邀你跟我去听闻佛法而已 我还决定把我的一百个徒弟也都带去的 什么 师兄 您这决定 这种改变太大了 沐连 能教你我修习正悟之道的那种师父 前提当然是他已经悟到 如今这种师父终于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佛陀啊 师兄说的正是 既然这样 我也把我的一百个徒弟带往佛陀处听闻佛法 太好了 沐连 你一向是精明又有才干 你这一次的决定是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 今后一起学佛 一样继续当师兄弟 哈哈哈 为求正悟解脱轮回之道 沐连和舍利子两人抛荣华弃富贵 带着共两百个徒弟集体加入了佛教 这在当时对佛门是极大的支援 而佛陀也知沐连善根深厚 故为其勋说离苦之法 自此沐连借品轻言威夷调柔 才短短七日立断剑思二祸 正阿罗汉果位 成为佛祖十大弟子之一 具大神通 欲为神通第一 至于舍利佛 则以佛法建称 欲为智慧第一 教诲众生智慧 慕连尊者终于道仁禅定 常显现其神通变异 祝佛宣扬直到众生 但也因为他们两位契道学佛 自此和当时的裸行外道结下梁子 夙愿难解 有一天 守卫城的人民设宴请全城的出家人众应供 父王您看 全城人民的供养这么盛大 相信将来一定国泰民安 尤其能够请到佛陀应供和佛法结善缘 真的是功德无量 佛陀到来 我一定要归于他 归于佛陀 这很好 可是 慕连尊者 请你开示一下 王子 您现在的责任是继承王位 为百姓人民服务 这样的功德也是很大的 可是佛陀当初能够抛弃至高的王位 慕连尊者 你也能够抛弃荣华富贵 所以我想要向两位学习 等到适当的时机因缘 您的愿力会成熟的 今天河水长这么高又这么急 怎么过桥呢 师兄 你看 那位佛陀也来了耶 我倒要看看这位佛陀他怎么过桥 好 师兄啊 真是天助我们的耶 我们赶快过桥去当座上宾吧 可是 这是那位慕连尊者示现出来的神通 应该是为了迎接佛陀的吧 所以我们更要比他们先过去啊 这才能抢到首席 不管了 不管了 我先走了 快点 怎么一下子上去那么多人 小心小卫撑不住啊 小心 救命啊 佛陀慈悲 慕连尊者慈悲 请你们答训神通 救救我们的师兄弟吧 我佛慈悲 谢谢 谢谢 多谢相救 众生平等 也能见死不救 随我走吧 神通广大 佛陀的神通广大 是因为他无私的慈悲心啊 弟子在此恭候师父 与众师僧多时 神通广大 佛陀请上座 多谢佛陀相救 哼 还不多谢慕连作怪 太王出丑 对 一定要找个机会报复他 我有个好友啊 叫做碧玉 听说连佛陀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你快点去找碧玉来 向物理挑战 可是师兄啊 等我吃完这道大餐嘛 死仇不报 死恨不消 我等不及了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去 是 我现在 立刻 马上 就去 余摩 余摩 你在哪里 快点出来 余摩 我需要你 快出来找我 碧玉 快点出来 有人要挑战你的神通 还说你比不上他 是谁这么大来的挑战我 就是那个人称神通第一的墓连尊者 墓连尊者 改成神通第一 但我打败他 他的名字就要从墓连 改成墓连连 他现在就在拔铁国故教 有胆的话 现在就去找他 你留在原地不要动 我马上就去向他挑战 什么神通第一 如果墓连有神通的话 我闭魔 可是有魔通的 先让我来把你的肚子通一通 大胆 闭魔 快出来 他怎么会知道我是闭魔呢 闭魔 不要侵犯佛陀的弟子 佛陀和佛陀的弟子 都是你所不能扰害的 除非业力未完的弟子 否则你是永远无可奈何的 他墓连虽有神通 但我是什么样子 连佛陀都不知道 你是什么样子 我墓连虽有神通 又怎么会知道 对吗 闭魔 你省省吧 快出来 不要再感到奇怪了 闭魔 你听着 闭魔 我知道你是一时不察 受人怂恿 念你尚未做出任何伤害佛陀弟子之事 你就速速离去吧 我实在弄不通 目连怎么会知道我是闭魔 他的玄通果然太厉害了 可恶 这目连果真是目中无人 既然他这么神通广大 我看啊 那就算了吧 哎呀 有道是戈被往内弯 你怎么好像弯出方向了 你搞什么呀 我 我是觉得目连自从学佛战悟之后 他显现神通也是为了要度众生嘛 所以我们就彼此河水不犯井水 赶快发展自己的道物才是 可恶 就是因为布林带着他的一百个徒弟投靠佛门 才让我们的元气大损 别忘了 还有舍利子也带了他的一百个徒弟 一点都没错 都是他们两个人害的 现在大家都转去学佛了 我有一个朋友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的什么朋友 你别胡说 我的女朋友怎么会是三教九流呢 女朋友 以你的身份地位 能跟你结交一定不是等闲美丽你才看得上 当然 不是我夸他 这莲花色颇有资色 相信用他的美色去诱惑木连一定行得通的 莲花色不就是那个鼎鼎有名的冥界 原来你也知道这名奇女子 听说莲花色十六岁的时候就成了亲 他还有个女儿 但是莲花色因为母亲和他的丈夫私通 愤而离家 后来在外地又结婚了 但是十年后 他的第二任丈夫却又在外面养了一个小姑娘 没想到那位小姑娘 他竟然是莲花色的女儿 莲花色对两度乱伦之事深感痛心 便离家出走 从此就性格大变 开始游戏人间 所以当了妓女 听起来这莲花色也还真可怜呢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他也是五毒赤胜之人 才会走上这条路的 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招一定要试一试才知道有没有效 你怎么会知道这莲花色肯做这件事情呢 这种女人只要有钱 不管什么事她都会答应去做的 赶快去找她吧 我也很久没有找到温存温存了 春宵一刻值钱金 我马上去 这位英俊潇洒的师傅 请您留步 我肚子饿了 您肯将玻璃的食物分给我一点吗 你如果真的肚子饿 你可以拿去我所有的食物 但是你不必色诱我 因为你拿不走我的灵魂 师傅啊 千万不可以随便污赖小女子啊 可怜的女人 你的身体已经污秽不堪 再不悔改 只会在污泥里越陷越深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你说你难道不是为了一点钱 所以昧着良心来诱惑我吗 尊者 你既然知道我的来意 我也不瞒你 我也不瞒你 我确实想用美色来破你的机型 征服你的神通 我的罪孽深重 我也想向善呢 可是世间的一切叫人太灰心了 我只能这样过日子来麻痹我自己 忘掉那些不仁不义 乱伦背信的人 还事情 我想 我是不能得救啊 不管过去的罪业多么深重 只要肯忏悔前千 我的老师佛陀一定能救你的 尊者 你有所不知 我真是一个满身污秽 夜里深重的坏女人 我有恐怖的过去 将来一定会被可怕的因果所纠缠 千万不要难过 更不要灰心失望 你看 再污浊的百川 只要汇流到大海里去 大海就会将百川的那些脏水洗干净 所以衣服脏了可以用水洗干净 身体脏了也可以用水洗干净 我们的心灵脏了 一样可以用水洗干净 这洗净心灵的水就是佛陀的叫法 佛陀的叫法 真的是这么慈悲伟大吗 是的 我的老师救世主大圣佛陀 是这样教识我们的 佛陀说 我佛慈悲众生平等 只要医治佛法 就能解脱轮回 所以你虽然有一段可怕的过去 但只要你真心忏悔 知命长运 一定有解脱的一天 不如你现在就随我去见佛陀吧 多谢尊者 莲华瑟席同木连来到佛陀面前 要求佛陀伸出援手救救他 让他能出家追随佛陀 佛陀答应了 莲华瑟也发奋用功修行 心向善良 修持日益精进 每天救济灾难 并且帮助穷人 过着有意义 有自信的生活 一天傍晚 木连尊者从禅定起来后 来到恒河水边行津 看到饿鬼道的众生 想取水解除饥渴 但被另一个手指铁拔 凶恶的守水鬼前来驱逐 众恶鬼因此无法靠近水边 木连看到每个恶鬼都受到不同的罪报 心生不忍 于是就把他们叫来 这时 诸恶鬼看到尊者木连 也都起了恭敬心 向尊者请问自己受报的姻缘 请问尊者 我一直都很笨 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半劝半强迫灌人酒 令人喝醉糊里糊涂 所以现在很笨 将来还会受地狱之报 听问尊者 我经常居无定所 老是睡在街边向导 怎么会这样呢 你在世为人的时候 有客人来借助 你不肯答应 等到客人已经不想住了 你又很生气 因此之故 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还会受地狱报 既外尊者 我肚子大如窝 咽喉细如针口 见到真咬美味却吞膜下 不知是什么姻缘 才会受此苦报呢 你先是为官做宰相 自视豪强欺压百姓 不但随便打人 还强占别人的血汗所得 所以现在受恶鬼报 将来受地狱报 请问尊者 我的男性生殖器 身疮发烂 痛得我无法形容 到底曾犯何罪 以至于死啊 你在世为人时 曾在佛寺这种亲近地方行云 所以受此报应 将来还会受地狱的果报 请问尊者 我有很多儿子 可是全都早死 我一想起来啊 就甘肠寸断 我为什么会这么苦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在世为人时 见到自己的儿子杀生 心里很欢喜 还和他们一起吃被杀众生的肉 由于杀生的缘故 儿子都得到短命早死的果报 而你由于欣喜他们杀生 所以现在得到哀伤之痛 将来还要到地狱受报 请问尊者 有一个人老是拿一把力道 来割我的肉 一直把我所有的肉 都割尽为止 而不一会儿 我的肉又再生出来 这个人又会再来割我的肉 真是把我给疼死了 究竟我犯了何罪啊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杀割众生的肉 没有一点慈悲心 所以受此报 将来还要下地狱 请问尊者 有一只牙齿锐利 两眼发出赤光的大狗 经常来咬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带狗打猎 残害众生 没有一点慈悲心 将来还要受地狱之报 请问尊者 我常常觉得又热又渴 走在路上见到恒河 就想投入河水来消热渴 但是我一走进水里 身体马上就会被烧得焦烂 而且焦烂的肌肉还会掉下来露出骨头 虽然很渴 但是只要喝了一口水 腹内五脏就会被烧得焦烂 实在痛得无法忍受 我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啊 你在世为人时 喜欢放火焚烧山林穿泽 残害众生的命 所以现在受此报应 将来还会到地狱受罚 因为尊者 我财产很多 可是却喜欢穿破烂的衣服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世为人时 曾经不失修复 但后来又后悔 所以才有如此夜报 当穆连尊者解答众恶鬼的前世姻缘之时 突然追忆起她那小气又不守信事的母亲 于是她立刻以正德的天眼通 寻找往生母亲的下落 穆连尊者从天上人间不断地寻看 一直找到三途恶道 才发现母亲跺在恶鬼道中 日日遭受错腰追背 刀刺火烧诸种苦行 皮骨连利 穆连见状不禁悲心三苦 心如刀割 连忙运用神通力送饭菜给母亲吃 谁知她坚贪的习性太深厚 得食时以手遮拨 因此业力所胀 所以每餐还未入口中 就全化为火炭 一次两次接连下来都是如此 母亲绝望地望着穆连哀好 穆连接得垂胸顿足 无计可施 这时想起慈敏的佛陀 是一切智慧圆满的圣者 一定能想出解救母亲的方法 于是便告慰母亲说 我的导师佛陀是一切智人 我去向他请示 一定会救您脱离苦难 说完便以神足力持奔回京社 哎 穆连 你母亲在生之时 非但傍佛傍松 又不信因果正法 戏弄众生 所以受死苦暴 请佛陀慈悲指点 让弟子的母亲 能早日脱离恶鬼道 所受的苦楚 穆连 其实你因为母子情深 神通为亲情所也 到今天的因缘成熟才发现 不过也不算太迟 只是你目前所修的 波罗蜜神通 是无法拔肚毁谤三宝 躲恶鬼道的母亲啊 佛陀 无论如何 请大发慈悲 救救我的母亲 穆连 你的孝心实在感动天地 但是要让你的母亲 拔苦得乐 费一人之力可以救度 你需要另外修行法华经神通 并且在七月十五日 节下安居这一天 广造渝兰棚会 准备丰富的摘菜 清水与百味果品 还要借助圣德浩大 得到正果准的十方僧众 威德之力 一起诚心祈求祝导 使天下恶鬼全能吃饱 你的母亲方能得救 谢谢佛陀指示 母亲生育之恩 山四海重如山 为了能助他拔苦得乐 弟子赴汤道火 在所不辞 众弟子 你们都听到了 牧连和众物鬼的对谈 也知道牧连母亲的因果循环 今后你们也要谨记 无犯戒 有故赶快忏悔改正 才不会对入六道痛苦轮回 不得解脱呀 谢谢佛陀指 是 牧连师弟 让我们一起来共修法华经 祝你母亲早日解脱 如果能借十方僧众威德之力 祝我母亲把苦得乐 相信恶鬼道众生 也都能一起解脱轮回 各位师兄弟们 真的是大大功德益庄啊 能诚如佛陀所言 让所有过去父母 六亲眷属 三徒之苦 应时消除 献生父母 一时自在 福乐百年 这算是你给众师兄弟们 积福慧的一个好机会 师兄果真是智慧第一人的 不如以后每年七月十五日 节下安居这一天 我们都一起来为恶鬼道的众生们 诚心祈求祝祷 让他们饱餐一顿 能有这样的大悲心 果然不愧是我们的大师兄啊 这舍利子已然慈悲智慧艰巨 而牧连禅定功夫日益增进 又对僧团事物多所尽心尽力 实乃我佛教之所 于是就七月十五日 节下安居这一天 牧连按佛陀的指示 准备了丰富的斋菜和清水 放在山和水边 供奉往来的僧众们 并奉上百味果品 让众僧人一起诚心 为他的母亲祝福 这场供奉十分成功 到了当天晚上 牧连看见他的母亲 来到他面前 向他答谢 原来牧连的母亲 终于得到解脱 可以不再当恶鬼受苦 不但如此 牧连借助众师兄弟的法力 一起拯救了自己和别人的母亲 所以为了纪念牧连的孝心 往后佛教徒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余兰盆会 母亲大人请留步 孩儿等您多时已久 牧连孝儿 为娘蒙你救吧 脱离恶鬼道 特地前来道谢 母亲大人 这是我佛慈悲 还有众师兄弟 以及十方僧众威德之力所加批 方能有今日这无量的功德 救您及众恶鬼们脱离轮回啊 牧连孝儿 为娘再生 不懂音音过报这恐怖 不知基辅修悔 才会堕落轮回 为母是在羞愧万分呢 母亲大人 我佛慈悲 祝您拔谱往生善道 今日您颤改前飞 有时未晚啊 望您从此修行多念佛号 早日究竟解脱才是正途 牧连孝儿 为娘何德何能 怎能如此重抱轻受 多亏我儿您精进修行 才能庇佑为娘 请受我一谢 母亲大人 我能由此因缘 助我如母众生解脱 也算是替我自己消灾解恶啊 那你这一世 归为佛陀十大弟子 修得比前世更好 今世一定是得到解脱的了 母亲大人 我前世就是蒙父亲 以馒头解击的那位老和尚 以此三宝之身 积福修会自不在画下 特来投胎报恩 今日方能令母亲大人 得以重抱轻受 我生前一直以为 是我年轻 才能够让你父亲老来得子 至于今世 禀报母亲大人 孩儿休至今日 于禅定中方知自己尚有因果未了 那该如何是好啊 我有一世是补鱼为生的渔夫 早杀业甚多 如今果报成熟 冤情债主多以循迹而至 不连孝儿 你这一世为佛陀做这么多善事 一定可以补过的 赶快请佛陀为你消灾解恶啊 这夜因果报是一报还一报 而且善报与恶报是不能相抵的 难道不能用你的神通力 避过这些业力吗 母亲大人肉体是无常的 业力是要了结的 所以神通力是不敌业力的 慕为孝儿 为娘无法相救 实在心痛啊 母亲大人不必为我担心 诚如母亲大人一句重抱轻受的道理一样 孩儿现在也尽力求我佛慈悲 能远抱尽兽早了早好 时候不早了 请母亲大人不要耽误往生善道的良辰 快快动身吧 为娘此后绝不敢忘怀佛陀慈悲 就此告别了 慕莲自从祝母亲脱离二轨道之后 闻名天下 学佛者日众 但他深知神通力不敌业力 同时他也提认肉体是无常的 业力是要了结的 所以他仍然精进认真 祝佛宣扬佛法 教化众生 让素有素愿的外道更加怀恨在心 遂乘慕莲坐禅入定之机 将其刺杀 而大孝子慕莲的方明也传至今日佳育户晓